好来看到在9号的中午12点左右 受风箱一名大约60岁的蔡新妇人 开着载着孙子准备回家 但是在行经一出路口的时候 疑似没有注意到浩志 直接闯了红灯 遭到绿灯执行的轿车拦腰撞上 瞬间失控卡在中央分隔岛上 所幸双方只有受到轻伤 没有酿成严重的伤亡 行驶在道路上 眼看明明前方是红灯 驾驶还是直直前行 随后碰了一声巨响 女子尖叫遭到小客车撞上 只见遵守交通规则的浅色小客车 无奈喷飞到分隔岛上 车辆后方卡在上面 变形损毁动弹不得 事故就发生在9号正中午 花莲县受风箱大学路路口 双方都在开车回家路上 浅色轿车无奈遇上 突然杀出来的黑色轿车 直接闯红灯 而这女驾驶车上 竟然还载着一位女童 不仅害得自己手部擦错伤 女童则是受到惊吓 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 无辜受害的小客车驾驶 也没有受伤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参形女驾驶手部擦错伤送医 金浅测双方驾驶酒测直接为0 女驾驶闯红灯 不仅差点回不了家 还让车上女童被受惊吓 而肇事的详细原因 还有待警方理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